好消息好消息 我拿99个神兜兜换到了20个神兜兜 兄弟们的红海岸为啥是8000血啊 给你看看进阶的猴子 这个进阶的猴子真的确实够帅 老王测试神兽能否学习超级技能 一不小心却领到五星上下 兄弟们 神兽 能不能起伏 从国吧 昨天不是测试过了吗 昨天是假的老王 昨天是假的资料片 今天是真正的资料片 有可能今天都是假的 明天都是真的 因为开发测试区只要没有正式放出 它就是开发 它就是测试 已经有了 现在他提示这只招魂手不允许这个操作 但是同时提中了一个物品锁 我们不知道哪个权限更高 超级红海岸 你红海岸能幻化的技能就一个模型和敏捷 兄弟们的红海岸为啥是8000血啊 你们为了打PK套路这么深吗 拿最强单法的超级红海岸 结果基本上是一把血耐加点当血虫 主要就是为了吸引对面的火力 这只宝宝不能说耐法 只能说耐跟法没啥关系 法是宝宝装备加的啊 咱你们去打帮派联赛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该类型神兽 该路型召唤兽无法起伏 兄弟们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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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神马也提示这个了 老板之所以被叫做老板是做了员工做不到的事情 卧槽有超级魔心了啊 我刚才这本高级超级一致打掉了无射魔诀 你说如果我超级魔心要是打掉高级一致的话那不算麻了吗 红海岸的打超级魔诀 不用多一次 他们高魔心都打不了 还想打超级魔诀 直接加速 不让我打了 因为他已经有一个了 得14技能才能打俩 你的召唤兽无法成来更多的超级技能 该召唤兽最多可以拥有一个超级技能 这宝宝的伤害 你别看他只有1071的法伤 你让他烧老王的宝宝试试 是吗 那我还不服了呢 这种宝宝都能烧得动我的宝宝了 给你看看进阶的猴子 这个进阶的猴子真的 老孙来也就是一个手办 你知道吧 确实够帅 好了 昆蓬也为大家带来测试 该类型召唤兽无法自服 我们没打天赋服 测试一下超级红二一点魔力不佳 打宝宝能多少血 确实有点疼 我拿我的宝宝给你的宝宝单挑一下吧 好吧 你还没暴击呢 超级红二的暴击几率不是要高达50%多吗 卧槽 我才披他700血 他没暴击打我2000血 14技能力匹必须神马 单挑不过 红怀尔 不加魔力的 P300血 他还没出暴击呢 他速度还快 我批不动他 天缘杀人方寸 我看了一下我的宝宝的属性 我没带宝宝装备 虽然有一半多血 但是我没带宝宝装备 我再换一只别的立批 你是不是傻 用壁垒 你玩过梦幻吗 P居迷肯定是用立批 我们拿3100加工天赋的立批 能批一半血 杀人立批也得批两下 他暴击加4000多 也就是红孩儿的话 青筒的话 确实不用夹磨 我单挑打不过他 看了一个小时也不知道 如何获得超级受决 没事 玩10点也不一定能触碰到到 动物园里有大象 动物园里有大鹏 动物园里有小鹿 动物园里有小鹿